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排骨鸡肉一锅熟的做法 大家都知道排骨和鸡肉是不同的成熟时间 但是通过一个技巧就可以使它们同时成熟 豆角和排骨是一道非常大的经典菜 和排骨一起炖的豆角更香更软烂 洗干净的豆角掰成段 下面清洗排骨和鸡翅根 用面粉洗的肉混干净 清洗时可以用手多抓几遍 这样可以把肉里的血水滴出来 看着粉色的血水都出来了 再冲洗几次 鸡翅根也用同样的方法 把水分控干净 开始焯水 冷水下锅 放入姜片葱段 和料酒 水开后撇去浮沫两分钟 然后涮干净捞出控水 这样就不需要再清洗了 然后就是用高压锅压五分钟排骨 鸡肉一会再炖 就用这个技巧就可以使排骨鸡肉同时成熟 放一颗八角 葱段姜片 上汽五分钟即可 上汽五分钟即可 然后捞出控水 下面煸炒豆角 倒入适量的油 放入葱姜 放入葱姜 豆角煸炒 用中小火煸炒 豆角会更香 如果能买上东北的宽的油豆角更好 放入排骨一起煸炒 好 喜欢吃土豆的朋友 可以和豆角一并放入 开始调味 生抽一大勺 因为是更肉 所以要多放一些生抽 加高压锅里的肉汤 肉汤的量和排骨吃平 加一小勺黄豆酱 这个时候就可以放入鸡翅肝了 一小勺老抽 使其上色入味 一勺盐 一勺盐 因为有酱 所以也不能太多的盐 一小勺白糖提鲜 两个干辣椒 盖盖炖20分钟 这个时间鸡翅肝也熟了 排骨也因为高压锅炖了5分钟 所以这样就可以同时成熟又入味 时间到了就可以收汁了 看着也是好友食欲呀 好了 可以出锅了 这样的炖制方法就可以同时吃到鸡肉和排骨了 只需要5个字 瞧这多软烂 谢谢 3个字补